今天更新的有一点晚 因为前几天 然后骑车把手臂给摔了一下 然后有点抬不起来 所以说今天这会儿然后才回山下来 我们这边现在今天在下雨 然后我发觉这两天因为我放在葡萄树下面的 你看这些多肉 我感觉就因为就在 其实也是露天 但是因为在葡萄树下面 所以说我感觉土长了很多 我带大家今天去看一下我这些土长的肉肉 在露天也可以土长 今年的葡萄因为没有怎么管 所以说长得很稀疏 然后没怎么浇水 你看长得不是很多 往年的话长很多的 今年长得太少了 这边就是我放在葡萄树下的那个肉肉 最近放过来虽然说长精神了很多 不是很缺水了 但是明显的感觉它们土长了 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大家说的太阳花的这个 然后你看今天没有太阳它就不开花了 然后可能因为今天在下雨 你看这些太重了 这一盆 这一盆是一个杯子 其实也是我们以前的那种饭盒 有个把手的这种 看这个也有点涂涨 上颜色了应该很漂亮 先来看一下这一盆白鸟 我就是掰得很小很小的有个白鸟 然后塌在这个盘里面 那存活量还是蛮高的 长了这么多 你看这一盆 这一盆白鸟被这颗巢给盖住了都 你看还有这个 这个因为上次 然后太干了浇了大水 然后就只有这么一点点了 那么这边的这一颗是白牡丹 白牡丹有一点土长 然后还有这边的这个鸡丘里 鸡丘里也有的涂涨 这边的这个鱼烟桌 鱼烟桌还有一点点红边边 但是已经不美了 你看吧 这边的颜色基本上都没有了 放在这个葡萄树下面 颜色都不是很亮的 这边有一颗 这个叫罗密欧 罗密欧还有颜色 其他的都没有颜色 一片彩蛋 看还有这边的这个子乐 子乐 子乐长得都很精神 但是就是土长得很厉害 因为它带杆子的毛 我就直接 大家看一下 就直接放在这个葡萄树下的 它有点遮光 光照不足 所以说就这个样子了 光就是光照不足的话 可能对这种长生炒戏的可能影响就不大 你看这一盘 这一盘 这个好像是 我一时忘了名字呢 叫指什么来着 我忘了 还有这一盘也是 大家看一下 对这个影响不大 除了颜色就是说 稍微要绿一些 其他的都没有影响 至少没有涂长 你看这一颗 这一颗是吉娃娃 吉娃娃也是没有了颜色 还有这个兔耳朵 兔耳朵也是没有颜色了 这里还有一盘这个鱼燕座 这盘鱼燕座其实是很大的 之前长得特别大 然后我给它拔了叶子 拔了叶子 今年又长这么大了 其实它很老很老了 很古老了 现在看起来不是很大 然后还有这边的这一盘 这是我们家的凳子 凳子坏掉了 然后我给它倒着给它种了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放在这个树荫下面 它也会涂长得很厉害 这一颗子的还有一点粉 就是还有一点纸 纸粉纸粉的 然后这边是两颗玉蝶 这两颗玉蝶是之前粉丝朋友送我的 现在已经长很大了 放在这种光照不足的地方 可能就是说这个黄金博雪万年草 要长得比较好一些 因为它本来就不是很习光 一光照就是特别强的话 它很容易就晒没有精神了 你看放在这种阴凉的地方 它就长得特别的好 还有这边之前移的东美人 东美人也是也有一点涂长 只要放在我发觉 只要就是放在这种 就是阴凉一点点的地方 肉肉都特别容易的涂长 这边这一盆就是之前 扔的叶叉的那个玉坠 还有就是白鸟 你看现在这个白鸟叶叉了之后 你看就是牵插了之后 你看一颗白鸟上面都还冒了 好多这个小小的侧芽了 就可以给它分盆了 但是我现在不想给它分盆 等秋天再给它分 我这一盆情人类 这是怎么了 发现一个重要目标 你看还在吃 大家看见没有 还吃的津津有味呢 哇塞几天不见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多 看来待会儿又得拿着我的大捏子了 很多朋友在问我就是 盐盐有什么多肉是 就是不容易土长的 然后好痒的 其实这种的话它也是 就是属于多肉一类的 它只是说就是多肉嘛 它其实是一个统称 可以把它分为就是什么 长生草鼠呀 然后就是仙人长鼠呀 然后其他的景天科呀什么的 然后这个就是仙人长鼠 就仙人球一类的 仙人长这种 这种的话就是要开花 也不容易土长 这个就是在花卉买的 这些仙人球 当时呢买回来我就给它移栽了 给它换了一个盆 给它统一了一下 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些都还蛮漂亮的 你看尤其是这种仙人球开花 我觉得特别的漂亮 然后还有上次的蟹爪蓝 我也给它换老盆了